好那么咱们按照惯例给大家回答问题 咱们罗列了一些问题 给大家进行集中的回复 咱们看这个问题 说大哥你好 什么麦瑞宝值得入手 什么配置比较推荐 15-6万还有什么推荐 除了日本车 目前的雪佛兰品牌的麦瑞宝差 目前官方都有过5-6万的优惠 我们前两天刚卖了一台 20年的麦瑞宝差 最高配18万多的制造价 现在目前新车楼的也就13-14万 像麦瑞宝差的这种车 我们不太建议买新车 为什么 因为它的新车是扛不住价格的 它的新车随时都有可能 有这种断崖式的优惠 所以说还是买台二手车 比较有性价比 我们20年新车制造价 18万多的那款 批发价格才到了9万不到 所以说它是一个三年腰斩的车型 15-6万我建议买新车的话 还是买一些畅销车型 比如15-6万能买个雅阁 比如能买个速腾的高配 比如在天一两万买个麦腾 其实都是不错的选择 好 这位朋友希望我的回答能够帮助到你 好 咱们看下一个问题 说大飞你好 马自达CX5怎么样 麻烦给讲一下 马自达CX5 就目前我们看 现在的新车市场 马自达CX5卖的不是特别的好 为什么 由于马自达目前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占有料 其实这两年马自达的销量 新车销量都是在下降的 当然买新车 如果说您特别喜欢马自达这个品牌 咱不拦着 是吧 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如果说您考虑后期的一些 使用上的一些问题 那么CX5不是特别的建议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空间为王的时代里 马自达并没有给大家 特别好的一个使用空间 我们看昂格赛拉 看马自达CX5 它的空间表现都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从驾驶角度上来讲 这些车的确是好车 如果说您特别喜欢开车 这个空间没有特别要求 又特别对马自达情有独钟 没问题 可以买 好朋友们 大朋友你好 想买一台落地13万左右的合资车 请问考虑什么车 上下不超5000 13万左右 直接买速腾就行了 新款速腾 我们看不管是1.4T还是1.5T 小车开始都非常的舒服 而且空间表现 整个的外形 绝对没问题 在这一代的大众车型里 速腾是一台非常适合家用的 10万出头的一台 紧凑级别的轿车 而且它要比朗逸和宝来 要高半个等级 作为家用车来说 没有任何问题 1.5T 1.4T 全部都是这种非常稳定的动力动车 这个朋友建议你去看一看 速腾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大飞陶车记 跟我们留言提问 我们会不定期的给大家集中的回复 好了 这期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